欢迎回到新现场 本土确诊不断的攀升 各县市依照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 启动了亲证居家照护 台北市在各个行政区 成立了区籍的关怀中心 提供亲证患者居家照护 而面对19号开放预约的疫苗 是相当的热络 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 他表示了 没有预约到的人不用担心 因为之后会提供 10万剂的疫苗来提供接种 台湾疫情不断延烧 在19号本土确诊案例 正式突破1500人 各县市紧急依照疫情指挥中心 指示启动亲证居家照护 台北市也在12个行政区 成立区籍关怀中心 提供亲证患者一般生活上的照顾 追踪以及转戒 所以整个我们关怀中心 主要就是居家照护 还有在协助居隔 区的关怀中心 列出所有局处 要做的事情 那这边 悉尼医院有六项任务 包括健康就医评估 通信诊疗 送药服务 转诊后送 医疗执行 加上通报安置情况 关怀中心 从宠物照顾到垃圾清运 以及提供关怀包给 情证患者 包揽居家照护者的 生活大小事 就是为了分流 情重症患者 防止医疗量能的崩溃 甚至台北市的药师工会 也出面帮忙提供 居家照护者送药服务 他可能有慢性病的药 慢性病的厨房钱 那他可以请他的亲友去带领 如果他的亲友没办法带领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台北市的药师工会 已经出来协助 可以打电话到药师工会 他就会通知附近的 临近的药局来协助 来协助送药 不管是通信诊疗 或者是慢性病患者 有用药的需求 都可以拨打药师工会的电话 取得协助 最后蔡富也表示 19号开放预约的疫苗 相当热弱 再度追加15000剂 提供施打 如果没有预约到的民众 也不用担心 之后会再追加10万剂 提供接种 人间卫视秋奇恩正轮中 台北采访报道